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灾后的心理救援的这个工作 我记得当时做节目的时候 你就说过大概在这个地震之后 半年乃至于以后会出现这个自杀的这种现象 那现在传来什么消息呢 就是在北川县又有一名干部自杀身亡 这上吊死的 这个记你看地震之后五个月 是北川的农办主任董于飞自杀 这回是北川县的宣传部的副部长 选择用一根红绳 在这个凌晨时分就上吊了 上吊了 我们得到的你看这个最新的消息 就觉得他哥哥说 在他最后的这个时候 那天他这个冯翔曾经对他哥哥说 说哥呀 我们二十多天编了一本书 压力非常大 说儿子走了以后我一直很痛苦 我给你们看他的这个照片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冯翔和他在大地震当中 这个遇难的八岁的儿子 你再看下面 就事后这冯翔一说起儿子就哭啊 再再看 这是他可爱的这个儿子 据说他这个儿子的这个尸首啊 到今天都没有找到 那么他就一直是在这种压力之下 还工作吗 还编什么书啊 你看他呢 我会给你念几句 他在自杀当夜写下了他最后一篇博客 叫很多假如 但是这个博客里面很多内容 你可以注意啊 比如他说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 哥哥请你担当起照顾父母的重任 我来到这个世间 本就是来体会苦难承受苦难的 要不我们怎么能以孪生兄弟的面目出现 假如某一天我死了 妻子就是他太太 请你不要悲伤 抑郁是我这三十年来最亲近的朋友 抑郁带走了我 也就带走了所有的悲伤 接下来就是给爸爸 给妈妈 甚至说儿子 就是说假如某一天我死了 儿子 那是我最幸福的事 我会让你妈妈把我的骨灰撒在屈山小学的造角树下 爸爸将永远陪着你不弃不离 儿子你离开了 爸爸没有了未来 没有了希望 没有了憧憬 与你相聚 是爸爸最大的快乐 那这徐博士 您您这个看这个事 他算有抑郁的抑郁症吗 这是 我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刚刚徐老师说的那样 这个内容非常像一个遗书 而且很典型遗书的特征都有 他有交代后世 他有交代他的亲密关系 他有表达这个死亡是一种解脱 所以他具有遗书的所有的特征 您要说抑郁症的话 我觉得可能需要去 这个 或者这样讲 就是我不觉得说 我们把一个非正常的死亡事件 自杀的事件归纳为抑郁症 就可以画句号了 我们重要的观看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就不仅仅是贴一个标签说 好像甚至我觉得有一种倾向说 他死是因为他抑郁症 所以他得了这个病 他不可避免 但并不是这样子 你觉得是直接跟这个地震受灾 包括他儿子的离去 有因果关系 对 因为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人已经去了 我们没有办法回过去做这个诊断 去更好的去评估 但是显然在这个个案当中 他的这种抑郁的情绪 他的这种最后自杀的这个行为 是有非常清楚的这种原因的 这个原因不仅仅是在于说 首先他经历了北川的地震是非常严重 最严重的这个地方 对吧 就是经历这样这个天蒙地的这个事件 本身就是很大的创伤 那么他经历了财产损失 他家里这个财产都损失了 他更重要的是他经历了儿子的丧失 但是这还不构成 并不是说经历这个三个要素的人 都会抑郁症都会自杀 不是这样子 他可能还有别的因素 比如说非常清楚的一点 他作为一个灾区的基层的干部 虽然他是一个县委的宣传部副部长 但是还是一个基层的干部 他担负着非常高强度的工作 那么我看到的一些情况 包括我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一些情况 就是灾区的干部始终是在地震发生之后 是长时间处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 这个我觉得和群众还不一样 就至少我在去年八月份 之前我一直在这个四川 群众相对的来讲 他们生活有政府照顾 然后有一定的经济来源 房子也是政府在造 不论是板房还是现在的永久性的建筑 但是除此之外 他们压力比较少 但是干部一天24小时 我不能说一天24小时 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 这个是我至少八月份之前 我知道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北大还是有 定期会有同学或者老师去 还是这样的状况 徐老师怎么看 我认识过一个那边的干部 他说的压力比你说的那个还要 还要具体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追追查那些 就是那个建筑有问题 很多倒塌 然后有有些上司亲人的 他们都要求就是 然后呢 你说如果说在挣钱 学校的建筑和有些东西出了问题 那干部其实都是多多少少有责任的 而且很难说的清楚 尤其有些地方说真的就干部 就是政府这个楼屹立在那里很好 旁边的学校就塌掉了 那就算这个干部不直接有关 他们都会有一种guilty 就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负罪感 尤其这个 这个假如说是 那有的干部就是说 自己的亲人也去掉了 那这个就是双倍的 那有的是他假如自己的亲人 到底幸运没有 但那些乡亲们的小孩 那不是人家就觉得更那个 所以这个他那个人讲起来 他就说当时他就讲给我讲了两个信息 我就非常震撼 第一个就是他说 这个我也没见过报道 他就说很多人到了广东 就他们给他很好的待遇 引起了一种新的社会矛盾 我从来没想过 他就是说很多汶川的一些孤儿 在到了广东 大家作为一种政治嘛 工作嘛 就给他们配备比较好的医生 给他们配出病房 然后你知道你东莞 广东自己很多老人生病 急诊完全没办法 所以当地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新的事故 他说这完全不是我们想想想要这样的情况 因为你知道中国做事常常是这个样子 第二个他就是说 你知道当时任何关于这种追查 这种叫什么 这种房子豆腐扎工程啊 或什么 他说他说我们心里都是很大的压力 他当时对我讲的时候 我也有很深的印象 我就觉得哇 这个压力是很大 那这种负罪感 那这么多小孩 他们自己心里也压力很大 压力是多方面 对对 而且关键是说 这个压力是个长期的压力 他不是说今天这个事一两个月结束了 他一直延续下去 其实刚刚那个学老师说的有一点特别对 就是这个内疚感 我们会看到一个表象 是说他好像24小时工作 或者工作特别多 没有休息 jeżeli我唱下次 ogóle答应 这么多啊 为什么